做得好,做得对,天之地之,这是一个美国男孩亲身经历的故事。 这个男孩当时十一岁,一有机会就到湖中小岛上,他家那小木屋旁钓鱼。 暑假里一个月色明亮的夜晚,他跟父亲一起坐在小木屋旁钓鱼。 鱼竿弯成了弧形,他知道一定是有大家伙上钩了,终于他小心翼翼地把鱼拖出了水面。 那是一条他从没见过的大鲁鱼。 月色下,父子俩望着那条神气漂亮的大鱼,他的腮不断张合着。 父亲看看手表,是晚上十点,离钓鱼鱼季节开始的时间还有两小时。 孩子啊,我们必须把这条鱼放掉。 他说。 为什么? 儿子很不情愿地大嚷起来。 还会有别的鱼的,父亲说。 但不会这么大。 儿子又嚷道。 他朝湖的四周看看,月光下没有鱼船,周围也没有别的钓客。 他在望望父亲。 虽然没有人见到他呢,也不可能有人知道这条鱼是什么时候钓到的。 但儿子从父亲的口气中知道,这个决定丝毫不能改变。 他只好慢吞吞吞地从大鲁鱼的唇上取出鱼钩,把鱼放进湖中。 那鱼摆动着有力的身子,钻入水里。 小男孩心想,我这一辈子,再也别想见到这么大的鱼鱼了。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。 今天,这男孩已成为著名的建筑师。 他父亲,依然在湖心小岛上生活,而建筑师带着自己的儿女,仍然常去那个小木屋旁钓鱼。 果然,从此以后,他再也没钓到过像几十年前那个晚上钓到的那么棒的大鱼了。 可是,这条大鱼一再在他的眼前闪现。 每当他遇到道德问题的时候,就看见这条鱼了。 借着这条鱼,父亲教诲过他。 虽然道德只不过是对与不对的简单事,可是要真正做到却不容易。 我们能不能做到没有人看见时,也遵守规则呢? 要是小时候,有人教诲过我们把鱼放回水中,我们是会做得到的。 因为我们从中学会了明辨道理。 一次责善而从,在我们的记忆中,会永远地留下清香。 这是一个足以让我们自豪的,讲给朋友和儿孙听的故事。 并不是讲我们怎样投机取巧,而是讲我们如何做得对。 我们还有一 led材料之间,会得到的故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